让很多暴力队伍不想跟对面打,为什么?觉得浪费时间 但是像关键方这样的队伍,如此这般的高积分 他应该是不会选择跑路的 两阵打龙阵,关键方背小科 第一场对面就用了铁桶阵的阵型来扛关键方这边的两个输出 风隙有三个,可以断关键方这边的输出 因为关键方这个森林我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龙五位这个物理系的个人能力我们还不能确定 但是龙三位的这个神木灵的个人能力我们是可以确定的 法伤非常的高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神木灵应该就是之前他们的 好像不是,妈的 如果之前那个龙宫的话 他的名字应该叫山一根血一成 他可能是之前那个 好吧,应该就是那个龙宫兄弟们 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珍宝阁的女拔木转回的神木灵 一种的话就是那个之前的破天地战仓球 好吧,对面花果山这个数据刮过来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兄弟 尝试刮了一下 关键方这边神木灵先走单秒,不送黄条 如果是那个破天地战仓球的话,这个法系的链子应该是39050的 梦赏链子395,梦幻西游第二链子,没有错 就不知道关键方这边的话现在在控黄条是想要干什么 如果早期清闯控黄条,那么这场皮,关键方应该是10个回合照地区的打法 毕竟对面是铁桶圈 关键方这边的话想要直接走面伤,还是比较困难的 控了黄条,对面龙汉金钟照样接起来 PK开场的黄条是比较多的 再加上对面踩塔,自己长的黄条 接了龙汉,神木灵更加秒不动了,要么先单秒 继续先把单秒走起来 感谢大名企,谢谢兄弟的半卡,谢谢 好,定着龙汉,强行秒了一波 看到对面的一个防守状态 金身舍利加罗汉金钟 这样的一个双状态会导致 把防汇非常的高 小罗汉跟大罗汉,而且能够叠加效果 有金身舍利的时候 神木灵可能就已经受到了数据的限制 那个 再加上罗汉金钟肯定是秒不动的 然后对面,无底洞还起了个金蝉 自己掉了8000血,群体护盾 这个铁桶阵很铁桶啊,兄弟们 劝退的阵容,但关键方很刚,不退 他的打法应该是打消耗战 用三个封卖,开鸟阵抢速度 然后尽量消耗关键方这边的五龙丹 花果山的话,走群飘路线没有任何意义 花果山直接就走单亲路线 把关键方宝宝一只一只的亲过来 这样子关键方这边的黄条也长不上去 每一个封印可能就会意味着 珍宝阁要吃一颗五龙丹 最终把关键方给耗耗死 但是 真的能扛得住吗 不好说,因为对面 对于关键方龙三位的一个数据限制 已经很到位了 关键点在关键方现在平砍迭漫天的 石头岭身上 得看他的误伤怎么样 如果这个石头岭飞过去4000、5000 那就不用扛了,直接逃跑就行了 但是如果石头岭飞过去是2000多 甚至是1000多的话 这边这场PK打消耗 关键方还真不好赢 武装冠的速度没有对面女儿身快 关键方盘四栋的速度的话 也没有对面的无底洞和盘四栋快 对面拿了一速三速跟四速 峰隙关键方肯定要吃亏的 肯定会吃亏 好像PK都是这样子的 兄弟们 我们应该有两个队伍要穿着布 一只是现在你们看到的这只珍宝阁的队伍 还有一只是紫金城魔王寨的那只双法系的队伍 那两只队伍的华山都非常的好看 而且在本期排名应该都是最前列的 所以在穿着波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这个队伍播个两三场 然后那边队伍再播个两三场 这场完了之后 我会尽量看看 关键方有没有切到服务器更强的队伍 这样子会看起来更有意思一些 我也不知道这个驼子哪里来的 刚刚跟兄弟们介绍了 这个石头领从哪个为止过来 我们并不清楚 好第七个回合 对面的盘斯洞 单控石头 现在应该还在考虑蝶曼天花雨 能够跟关键方这样队伍混在一起的石头领 应该不会特别的差 兄弟们 这个门派虽然在任务的时候用的不多 但是最近PK的时候用的很多 如果关键方只会要选择一个石头领 他肯定是找比较强的石头领 虽然没有我们看到的第一第三那么强 但是个人能力应该是不差才对的 毕竟是第一场PK 我也不知道他的伤害怎样 现在应该还没有开始飞过 拨甲10%的破防 关键方继续跌漫天 出来哥 好的 关键方石头领 漫天花雨跌的顺利 出发了石头领 再出来一个 没有 跌的顺利的情况下 这样PK会更加好看 否则对面的这种 对面这样的 铁筒阵阵容 会让关键方这边非常的困扰 暴力队伍不再暴力 中文猫对面摸了个情形卷 这个人物状态是满的兄弟们 因为关键方面上还没有开打 再等对面罗汉金钟结束 主战方起了一个天地铜上 要搞事情了啊 在这种情况下给神木灵起一个天地 目的非常的明确 打法非常的单一 因为对面没有龙汉了 下一个回合 起天地同兽 免疫你三个风气的封印 石头岭如果觉得叠一层漫天就够了 免疫封印的神木灵 是可以无限出手的 这样子两个面伤就可以打出来 但是因为起了天地同兽 对面的花果山可能会怼着你龙三位无限杀 所以关键方这边的话应该会有一只宝宝 无限点拉自己的龙三位 譬如说这只孩子 就无限点着自己的满血神木灵拉 随便当死关键方 关键方这边拉起来直接强行一秒 好 起了天地之后对面的战术也受到了影响 这没办法兄弟们 不是关键方耍赖皮 对面这样的铁桶阵 关键方只能这么打 四宝一的阵容 有一个非常大的缺陷 就是他亲丑能力会受到限制 团队里面有两个输出点 只有一个输出点的话 用输出宝宝来打对面 应该已经是最佳的选择了 凌员有一点对面怎么防 不过这只对听应该没效果 是拿来骗笛子的吗 不对应该是拿来骗尺子的吗 对面一速没管你 对面二速没管你 这是真打的兄弟们 起这样令旗 对面三速还是管了一下 还是管了一下兄弟们 给了一个金手银齿 关键方 一个金手银齿不够 三面笛子了相当于 上一个我提前 提前落花了对面的果子 如果这只是一只魔地厅 兄弟们要爆炸了 四面笛子魔地厅 对面说自己是铁桶阵 让地厅教训你 好开始 这就秀数据了兄弟们 没办法 只要地厅 我去 华山的PK 以前四宝一 感觉可以把 把福战队伍给恶心死 现在的地厅真的 你四宝一 就让一只地厅 把你给秒完掉 全场的第一只地厅 四面笛子全家 魔地厅提前就一个落花配合 对面就歇逼了 落花城你不是不封那个领导的吗 不封那个什么领导技能的吗 对面果子如果种落花了 你种落花的话 站着不能动 你用领导技能啊 金兽云尺不是可以用的吗 他用领导技能去起战神宝典了 可能是对这只地厅的不够重视 应该是尺子为代 对对对 兄弟那个说的对啊 说的对 有个兄弟说的对啊 我说的是错